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抢占先机 而开放新中国采访团队 前进湖南高精密磁浮基地 那么目前大陆第一条 自主研发的中低速磁浮 花了大约有200多亿台币 时速是100公里 目前已经在长沙正式营运 在距离轨道0.8公分的磁浮列车上 高速奔驰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跟着我们的采访团队 一起来感受 列车漂浮在轨道上飞驰 大陆首条自制的中低速磁浮列车 长沙磁浮快线正式营运 连接长沙火车站到黄化机场 从这里坐车到机场 只要20分钟 比平常搭大巴 大概节省了10多分钟 方便一点嘛 也快一点嘛 然后赛车的话 都会要一点小心 那你觉得它这个价钱还可以吗 20块钱的名字吗 可以啊 长沙磁浮列车 全长18.55公里 时速100公里 市值42亿多人民币 约210亿台一新建 是全球最长城的中低速磁浮列车 由大陆最大的便利机车基地打造 进入高度机密的磁浮试车区 列车启动后 完全不会接触轨道 两者间距控制在0.8公分 下方的这个电磁铁 往轨道往上吸引 它就变成巴黄 一性相吸的缘动 这个电磁铁得电以后就变成磁铁 磁铁由轨道相吸引 磁浮列车利用此场 异性相吸的原理 让车辆稳定悬浮 我们一列车有60个悬浮控制器 通过这60个悬浮控制器 使整列车保持8毫米的悬浮间距 虽然试车时速比较慢 但设计路段却更复杂 在此副列车上到底稳不稳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把一颗电池放在窗边 现在的时速大约是60公里 我们可以看到电池几乎没有什么晃动 列车跟轨道不会摩擦 低能耗低噪音 可以爬斗波 转弯半径只要50公尺 也就是说围着一栋楼 就能轻易绕圈 50米的范围 我们就可以拐一个直角的弯 那么传统的轨道交通 大概在250米左右的转弯半径 跟传统地铁相比 磁浮列车节省土地使用面积 也少了拆迁补偿费 在大陆这边地铁的造价一般 是在6个亿左右 可能还会有一些程序 会更高一些 1公里 那么这个磁浮的话 大概每公里 只有2个亿左右 所以相当于就是 1%到1%这么个样子 目前大陆 日本 韩国 德国 都掌握磁浮技术 上海高速磁浮 采用德国技术 时速430公里 大陆全力冲刺 研发时速600公里 速度为飞机 三分之二的高速磁浮 希望样车在2020年面试 我们现在正在着手 研究160公里每小时的 这个中速磁浮浮列车 因为600公里的车辆 现在还在属于 关键设施设备的研发阶段 负起重任的推手 中车珠基 是大陆老牌央企 产品涵盖地铁 动车磁浮列车等 一年平均生产1000台车 产量局全球之冠 一带一路这个建设的需要 把我们的轨道交通产品 和我们新型产业的一些产品 做到我们关联国家和地区去 我们现在逐步进入欧洲 美国我们要往高端国家 高端市场走 大陆推动高铁走出去战略 中车驻基 去年外销马来西亚 土耳其 奥地利等国家 至今已达320亿人民币 我们在去年的外销里面 我们赚到整个产值的三分之一 超过了30% 监管大陆高铁里程 已经突破2万公里 高居世界第一 但为了替后高铁时代 做好准备 大陆超车 拼高速磁服 希望在全球抢得先机 也是一种抢占先机的概念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预估 在2017年之前 中国大陆工业机器人的拥有量 将达到全球第一 而人工智能 则是现阶段机器人发展的重点 在北京举行了一个 2016世界机器人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 拟针跟仿生式的机器人 受到了高度关注 其中这个号称是 五味笑话综合体的机器人佳佳 美丽又风趣轰动了北京 可以预见的是像电影一般 拥有智慧应答如流的机器人 很快的就会出现在 你我的生活当中 嗨 你好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位美女名叫得好灿烂 我有个美丽名字 叫做佳佳 穿着中国传统白色绣花服饰 五官精致 外貌逼真 机器人佳佳 可是中国科技技术大学 集合了校内五味笑话的容颜 所研发出的中国第一台 互动式机器人 不仅拥有高颜值 连幽默感也让人惊艳 大家你好 你会算数吗 一加一等一几 这位先生您笑起来的样子真好看 我会算一些简单的算数题 这个问题都不会的话 我不如拿块豆腐撞死 结果是二啊 很二的二啊 佳佳的互动设计 有一点苹果iOS系统 Siri的功能 机器人佳佳呈现的是 互动对话与察言观色的智能 那这位以古代大思想家 王阳明样貌世人的机器人 呈现的则是机器手背 刚性中强大的柔软力 因为我们这个壁 是一个七个轴子的自由壁 它是超自由度的 就是它的空间 可以做任意的转转 才能让这个壁 出一个圆弧 出一个柔性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一个 我们背后的一个 就是多自由度 运动的一个算法 和人工大脑的一种结合 机器人王阳明柔性安全 与机器人佳佳的聪明 有人情味 他们泥针的特性 拉近了与人的距离 也勾勒出了未来 服务机器人的面貌 那这款叫做可佳的机器人 虽然没有人类的外观 却是中国大陆机器人 突破自主空间移动的 机器人代表作 我给你带软橘汁 从我煮食桌子 按照指定 拿饮料 甚至是用微波炉热食物 完全不受空间限制 可以自主移动操作 可佳从2011年开始 已经连续6年 获得世界机器人 标准测试前5名 成为世界自主移动操作 能力最强的机器人之一 但这类家庭服务机器人 何时能拥有人类的外观 专家则表示 还需要一些时间 当然首先是一个成本 当然成本是要去靠量产 量产才可能降低成本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机器人的稳定性 好 谢谢大家 除了模仿人类 机器人也应用在生物界 像是以假乱针的飞鸟 更有翅膀包如蝉翼的蝴蝶 凸显出机器人技术 微型化发展的特色 它的整个的集中度 自动化的集中度非常高 在30克的这个重量的范围内 它集中了什么呢 整个控制器 智能马达 包括的传感器 以及无线通讯的技术 就类似于您看到的蝴蝶 两大批蝴蝶在一起飞行的时候 互相之间是没有碰撞的 那这种应用的话 其实在工厂的设备与设备之间的 这种网络互联 协同操作 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根据统计 2013年中国大陆工业机器人的销售量 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 如今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更预测 在2017年之前 中国大陆将拥有全球最多的机器人 尽管离真正的人工智能 还有很长的距离 但中国大陆在机器人发展上 已经展现了强烈的企图心 在硬体建设方面 大陆的企图心也展现在交通设施上 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的 港珠澳大桥 在动工七年之后 正式全线贯通 它有许多创新的桥梁技术 也是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 用钢量高达42万吨 相当于60座爱菲尔铁塔的重量 是一个超级工程 英国的卫报形容它 是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那么这座大桥 预定在2017年底完工通车 到时候香港珠海澳门 一小时生活圈就此成行 连接香港珠海澳门 全球最长的跨海大桥 在酝酿了26年 动工新建七年之后 主体桥梁终于在2016年9月27日 正式贯通 港多尔大桥 它是一座桥 也是一条路 它连通了三座城市 同时也跨越了丁丁阳 它把珠海到香港的运行的时间 出行的时间大幅地压缩了 像以前从珠海到香港 走陆路的话大概要三个多小时 那么走海路坐船的话 也需要一个多小时 而现在如果它真正的贯通以后 只需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 可以说3D的出行会更加的便捷 超大型跨海通道 不仅规模大 工程难度与风险更超越想象 穿过航道的桥 我们叫做通航口桥 有些可能桥梁实现不了的 我们就要用隧道了 所以我们还有6.7公里的海底隧道 就是这么来的 它主要的就是要解决通航的要求 隧道出来以后 你要跟桥梁接 你还得做一个人工打 和这个隧道向接桥导税组 就是这么来的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 主体桥梁则占了22.9公里 其中三座航道的造型设计上 各有特色 包括青州航道桥 也是三座中最高的中国节 江海直搭船航道桥的海豚 以及九州航道桥的风帆 形成了林丁阳海面上的一道全新风景 而为了避免主体桥梁 桥墩过于密集 影响洪水通过率 海中桥墩施工 就是一大挑战 你看这桥梁直直地插到水里面 它怎么放到这边 其实下面还有一个大城 还有一个城 还有一个海上下面去 这就是给港澳大家一个创新技术 港珠澳大桥的超级工程 是大陆十三五规划的重要项目之一 创新驱动的精神 完全体现在大桥工程建设上 例如重大三千吨 将海直搭船航道桥的海魂塔 组装搭建 就是其中一例 在路上我们把它整体做好 然后拉到海上来吊砖 吊砖的难度也是全世界绝不仅有 我们用了两条佛吊砖 要实现一种协同吊砖 在空中实现翻转 所谓的空中翻转 就是让上百公尺长 数千吨重的钢塔 在不稳定海面上 从水平转为垂直 再安装就位的施工过程 工程技术也是全球第一 英国卫报就形容它是 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大陆媒体则称它是 跨越林丁阳的人造奇迹 这座串起世界最具活力 经济区的大桥 预计将于2017年年底投车 双向六车道 十足100公里的高速公路设计 僵持的香港 珠海 澳门 三地未来将形成一小时生活圈 不仅拉近了距离 也写下了全新的桥梁工程师 人类的历史因为科技跟网络的出现 而不断的被改写 消费行为就是其中之一 大陆双十一购物节才刚刚风光落幕 电商的蓬勃发展 让不少实体店面被打趴 要活下去就得要改变 最近在上海就出现了这么一座 新形态的世卫商城 它卖电竞商品也卖无人机 但不只是卖 最特别的是你可以在这里随便玩到宝 而这正是电商无法做到的 希望借此来夺回市场 最新款的无人机 摆脱过去遥控装置 用手机就可以操控 搭配头盔眼镜 直接监看拍摄画面 它这个模式适合两个人操作 一个人进行飞行 一个人进行不同的角度的拍摄 看了这个还挺相近 又能找那个手机还控制 感觉挺好奇的 只要你有兴趣 全都可以拿起来把玩试用 实体店再出发 这回主打顾客体验 还搭上时下最夯的电竞产业 你以为这里是网咖吗 错 这里是厂商特地设置的 电竞体验区 就是为了让消费者玩得开心 玩到高兴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买单 在网上购物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看不着也摸不着 就是双方之间的感觉 一个交流会比较少 在这边我们可以实体接触吗 自己实体体验一下 然后找专门的人去咨询和指导一下 再去购买 不会花悠样钱 不会走悠样路 过去几年大陆电商同步发展 想买东西只要坐在电脑前动动手 不到半天商品就送到家门口 你好 洗衣服 那种洗发水 因为这种很重 就自己可以让他们送上来看 食衣住行 通过网路都能搞定 省食方便让人趋之若鹜 电商一年的商机高达上千亿人民币 不过久而久之 它的缺点也慢慢出现 然后是白色的 然后就收到是不一样 它非常下面非常的卡 买到的衣服不合身 收到的货品跟网路上精美图片 天差地远 许多消费者都有吃亏的经验 更不用说 动辄上万的高单价商品 又有几个人 能光看几张图片就下手买单 根据统计 近几年大陆电商成长速度趋缓 网购服装市场 更下降了40%到50% 电商龙头天猫也察觉此一现象 比如说你买耳机 但这耳机看外观好不好 没有用 它要去听那个音质怎么样 对吧 它的细节还原的好不好 那个身长感觉怎么样 那它需要体验 所以未来我们用BOSS 也会有把BOSS的一些线下的 手里面 用线上做一个察觉到的东西 这几年不可畏 就说我们有很多客室的问题 包括所谓的黄牛 拉克等等 有一些部分可能是做得不是很诚信 那我们这一次改的就是一品一店 统一收盈 电商跟实体店各有各的优势 也各有各的问题 不过也因为这样 催生最新的商业模式 两方一改过去互相竞争敌对 节长补短 携手合作 同时兼顾 线上线下 这款主机的话是 它的配置近两年来是不会被超越的 就是它的特点 然后如果客户想买的话 你一定要提前预约 我们才能帮它买 限量定做版的电脑主机 一台要价台币7万 过去只能在网络下单 现在实体店面也有 下手之前消费者还能先眼见为凭 这就是类似于新衣间 可以你先尝试 觉得合适 然后直接再买 过去几年 实体店受到网络销售冲击 这间号称亚洲最大的数码商城 一度关门卸业 如今再砸1.5亿人民币 并加入网络不可取代的电竞区 放手一搏 就是要抢回市场主控权 职场上有很多事情 无法操之在即 但人生也许却可以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 关于美国学霸 为什么要跑到北京摆地摊的故事 他叫Sam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没有进入大企业工作 而是在北京摆摊卖眼镜 这个跳通故事的背后 其实很温暖 因为这个大男孩 他曾经在云南偏远地区 教英文 他看到了很多近视的穷孩子 根本没有钱配眼镜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善念 开启了他长久的善行 每卖一副就捐一副 让这些大山里的近视孩子 能够看清黑板 看见未来 骑着老北京的三轮车 拎几个复古皮箱 这位帅气的外国人 竟然当街拜起立摊 你好 了解一下 工艺项目的 来吧 行 行 行 做创业是 你最需要的就是找客户 找机会就跟客户面对面谈 所以这个三轮车 就是很直接的一个方式 被拒绝恩赐 仍然笑容灿烂 因为他有一个梦 这美麦一副墨井 我们就捐一副近视眼镜 给云南山之的孩子 多少钱一副 这些三百六 今年二十八岁的Sam 毕业于美国名校 哥罗米亚大学 在大陆已经六年 没有留在美国赚高薪 却跑到北京卖眼镜 可能更复古一点吧 然后你这里不是说 买一捐一吗 然后我想做一点点小工 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吧 这个眼镜不仅仅是能够 能够给我带来 这个比较帅的形象 关键是有你们的爱心在里面 每卖出一副眼镜 就卷一副给云南视力差的孩子 2010年 Sam到云南偏远山区支教 大山里纯真的孩子 让他好窝心 去某一个学生的家 然后他会给你看 他们家有的最好的东西 可能是他们的猪 或者他们的房子 但他也看见了贫穷的无奈 是来不及帮到他 然后他就直接辍学了 Sam发现 班上许多学生 视力差 又没钱配眼镜 影响学习成绩 年纪轻轻就辍学打工 有统计显示 大陆农村将近2.2亿学生 其中超过3000万人 存在视力问题 却不能及时治疗 Sam跟同样支教的 美国好友Andrew 无法视而不见 我们不是做这个事情 为了赚钱 我们可以通过 这些大城市 消费能力高的这些地方 做一些什么 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 于是 他们在2012年成立 点亮眼睛工艺组织 透过卖眼镜的商业模式 尝试永续经营 通过一个潮的方法 通过一个眼镜人 比较愿意接受的一个方式 去做到友谊的事情 他们煞费苦心 想做好有良心的眼镜 有吕傲的台湾设计师设计 融合云南元素 本身就充满故事 最让我 骄傲的一点 就是能帮助到这些孩子 因为其实我们做得很简单 我们只是给他们 发一个这种工具 就是给他们自己一个 自我水性的机会 不过创业 却让Slam吃尽苦头 曾有投资者临时反悔 差点让他们资金周转不灵 但也正因如此 他们更坚定做下去的决心 不想辜负 只取久的期待 四年来 他们已经为云南学生 11万6千人次 做了免费事例检查 替有需要的学生 配了1万5千部眼镜 感谢云南眼镜这个活动 让近视的我们 能够看见的更加清晰 让我们免费拥有眼镜 学生的感谢信 字字贴心 为了让更多贫困孩子 看清黑板 看见未来 Slam的骑行还会继续 你所收看的是中天新闻 开放新中国节目 继续带你快速掌握 大陆的热门话题 首先来看 太空旅游不是梦了 那么大陆有一家公司 发明的旅行者2号 已经搭载了乌龟是非一趟 预计在明年将实验载人飞行 但这一趟太空旅游呢 至少美金10万起跳 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 我们再来看大陆的电影产业 这几年呈现爆发式的成长 但是部分低成本 制作粗糙的网络电影 为了赚取点阅率呢 出现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而大陆将定定法律 来统一管理 还有古文物的修复保存呢 向来是个大工程 我们举个例子 有一位修复师呢 他修复一件漆器 足足要花7个月的时间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需要刷100多遍漆 平常一天最多只能刷两遍 那么潮湿的季节 一天就只能够刷一遍 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 这些看不见的细节 北京故宫呢 将在12月26号 正式开放故宫文物医院 对外展示文物的修复过程 有机会不妨去看看 谢谢眼间的收看 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